到下面的題目 如果現在我們有兩組數分別是A1到A28 M1 R1 V1分別是平均值分佈域和放差 英文的同學就是 mean range variance 我們有另一組數 另一組數和第一組數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在第一組數加了一個 mean 那就成為了第二組數 所以,以下表現一定是正確的 第一句,它就說 兩組數的 mean 是一樣 這個很明顯對 因為你對著第一組數加個 mean 是不會影響個 mean 所以 mean 正常來說是一樣的 好了,到第二個 它說兩個數的 range 是一樣 留意一下, range 是最大減最小的 對吧? 留意一下,這個M1就不可能是 range 因為它應該是中間的 除非就是全部數一樣 對吧? 但不會吧 所以,我們在第一組數裡面 最大是A200 最小是A1 而在第二組數裡面 最小是A1 最大都是A200 所以兩組數的 range 實際上來說就是一樣的 或者這樣說 就算你200個數全部一樣 那你的 range就是0 對吧? 如果你第二組數 OK 那你全部數是一樣的 那 mean 就是一樣 都是那個數 那 range 都是0 所以二是一定是正確的 三 那兩個數的 variance 是不是一樣的? 很明顯錯的 為什麼? 又用回我們剛剛的說法 你在第二組數裡面 多了個 mean 多了個平均值 多了個中間數 多了個中間數 氣氛集中了 沒有那麼分散 所以 dispersion 是小了 所以 SD 是小了 而 variance 方差就是 SD 的 square 所以都會小了 所以 V1 應該是大過 V2 所以答案會是 A 就是這樣